当时在延安来说 延安也是一个偏僻的山沟 大桥是很少的 修起来以后是非常正缝的 当时我父亲就决定要写一个看大桥 看大桥要形容这个大桥 整个它的栏杆 它的桥面 它的左边是啥 右边是啥 前后是啥 整个旁边 它周围的一些环境 所以说它必须得轻生体验 亲自去摸 掉下去以后 它就把这个桥洞子 一个一个大的摸了 摸完以后 上边不是还有小洞子 它一个一个全部摸了以后 上来它的词就出来了 万万桥洞三张沟 桥面好像凋零界 大洞子晒过龙张口 小洞子争相九烈环 它的每个作品都是要轻生体验 哎 写出来又朴实 又不脱离实际 哎 写的又形象 左开清凉山 右开宝塔山 东边列着飞机茶 西边列着风花山 山列着水 水列散 水是下列绕连岸 平溜溜的大桥 好像风花尾巴 这次又好像 腿不走的 勾不来的 千年万代的一只大流传 一只大流传 我们就是恢复 恢复的意义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要传承下去 小洞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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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